我们不妨先来比较一下雷霆三上MVP赛季的数据和战绩 杜兰特13-14赛季场均3 2分7.4 篮板5.5助攻雷霆战绩59剩23 复西部第二分受16-17赛季场均31.6分10 击篮板10.4助攻雷霆战绩47剩35 复西部第六哈登尼基1-18赛季场均30.4分8.8助攻 乌斯篮板火箭战绩65 升17复西部第一从数据和战绩来看 三人评分球色各有千秋 杜兰特常规赛MVP的那个赛季 以50.3%的命中率场 纠缠下32分的高分 赛季场均32分是基乔丹等人之后 现役唯一一位能够达到32分加以上的联盟得分王 雷霆队当时微少后半段受伤了 杜兰特丹和戴对许德西部第二的战绩也不差 而微少虽然战绩和命中率差一些 但赛季场均三双 还是得分王加丹赛季42次三双 数据十分爆炸 而哈登则更均衡 虽然数据没有微少爆炸 场均得分也没有杜兰特高 但哈登的命中率比微少高 带队战绩也比杜兰特好 由此看来 我个人认为 哈登MVP的划心量最高 其次是杜兰特 然后是微少 哈登和杜兰特的常规赛MVP赛季效率值都为29.8 不敌微少MVP赛季的30.6 但微少效率之高是因为他的篮板和主攻多 但微少的带队战绩时此是拖了后腿 雷霆战绩连五十剩都美没到 只取得了西部第六的战绩 虽然微少场均三双的数据看似爆炸 但一月到一期赛季的那年哈登的数据也非常不错 场均29.1跟11.2助攻八一篮板 扩健战绩完五十五胜二十七负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一六到一期赛季的常规赛MVP应该给哈登 所以又是微少的数据爆炸 但含金量还是没有哈登和杜兰特高 而哈登比杜兰特常规赛MVP含金量高 也是因为哈登的带队战绩比杜兰特要好 杜兰特常规赛MVP 那年出战了八十一场比赛 雷霆战绩为五十八胜二十三负 而哈登在一期的一包赛季 只为火箭队出战了七十二场比赛 火箭队战绩就达到了五十九胜二十三负 如果哈登赛季全勤的话 火箭战绩绝不止六十五胜 但从这一点上 哈登常规赛MVP的汉金量都比杜兰特要高 大家也不要拿火箭队由保罗说是 当时微少在一三到一四赛季 也出战了四十六场 杜兰特也不是单纯的单核带队 所以我认为纵然哈登MVP赛季的得分和数据 都没有微少和杜兰特好 但哈登的带队战绩更好 而且赛季还两度击败了外面冠军勇士 取得圆盲第一战绩 无疑是哈登MVP的汉金量更高